大家好 欢迎收听《正向步》的节目 今节就想回来和大家说说关于美国的话题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自去年的时候 就通过立法禁止 在州里所有的公立大学 招收任何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与博士 这个州是针对一个国家 来到立法 明显就是出自于种族主义 目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帝斯 自从他有意竞逐共和党参选总统之后 在他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 都很喜欢华人来做考作 而自从他退出了竞逐共和党代表参选总统之后 他也很自然地回到他的州里 继续炒作他这些所谓的挨华的议题 自从去年的时候 这个就成功立法 排除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与博士之后 现在就遭到不同的大学教职工 以及学生的强烈抗议 根据较早前有媒体报导 现在当地学术界也纷纷要离开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系统 可以说得上是学术界用脚来投票 预计这项的立法会损害佛罗里达州在学术和经济的竞争里 原因就是很简单 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学生都是因为这个法案 而选择去其他州份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另外在这个州也有华约的团体目前已经拯就这项法案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 还直指这项法律是威献和极具歧视性的 先说回这项所谓的反华法案的内容 这项法案片后是SB846法案 正正在于2023年5月获得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 法案亦在去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 这项法案就要求在佛罗里达州所有的公立学校 和中国以及其他受关注国家的大学或一些个体 在签订接受来自政府的项目基金之前 需要报请负责监督这个州的高等教育事务的理事会批准 除非这个理事会公围一些项目不损害美国或居民的安全 否则就不会批出 这项法案虽然在名义上没有禁止 中国留学生在佛州的公立大学学习 不过实际操作起来 情况就是完完全全阻隔了阴可理智中国的学生 透过这个研究工作从而获得报酬的机会 正正是因为当众的审查机制是极为严格 而且当中所谓的不损害安全这个标准 观察和评估这一点就遭到很多人怀疑了 而根据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电脑和信息科学工程学教授 他就这样看的要求这个理事会批准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不可能获得批准了 他出生自埃及后来移民到美国 更加在自2011年就已经在佛罗里达大学教书了 他是一名非常资深的学教授 而且根据往迹德桑帝仙这个人在过往很多公开讲话里 经常借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给人的感觉他是对华人有极强歧视的态度 他更加声称每一个州的州长都应该要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州的教育系统 免受来自中国这些敌对外国势力所侵害 不过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州的法案实际内容里 其实就没有明确地区分国家安全的学科 所以基本上就算是做一些文科例如做艺术等等的科目 他也可以用这个国家安全来借口去拒绝任何来自中国的学生 在他们的州立大学里面做研究生甚至乎读博士 而根据例子弗罗里达州的一些评论员就认为 这位极为保守的州长 恐怕就会在他们的教育政策里面 会持续加强对华人的限制 另外根据弗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 David McDonald 也说 德桑帝斯将他们在教育里面的政策视之为文化斗士 还说他这样的政策其实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优势 而较早前德桑帝斯更加要求州学校涉及一些 种族议题的教学方法要修改 但是他这些措施 就被人批评是认识美国以前所有的奴隶制度 可以看到这个人不单是极度反华 当然是非常种族主义的 根据我刚才所提及的佛罗里达大学的 信息科学工程学教授希拉勒 他自己也说打算离开佛罗里达州 还说很多学术界的人都想离开佛罗里达州 因为他们大都认为佛罗里达州 已经可以画得上是没有前途可言 教育界充满着种族歧视 而且在过去这几个月来 佛罗里达州不少的教职员工都已经陆陆续续离开 因为这个就充满着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 还说不少的措施其实就是赶走一些顶尖的人才 而在2022年佛罗里达大学的新校长 Benzens 他也是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 而当时更加是参议员 当他担任佛罗里达大学新校长后 在校园内也加强了打压学术自由 另外更有媒体访问到在佛罗里达大学 一名担任着材料科学及工程学系教授的 一名华裔教授薛剑秋他就说 我有一位医学院的非华裔教授 都会调到另一个州 原因就是佛罗里面新的立法 很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 还有就是其他的学系 例如化学系和物理系 在招收海外人才的时候 由于佛州有这项新法案的限制 搞到很多申请的人 最后都过不了这项法案 不能够可以在学校里工作 另外也有媒体访问了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系教授 洪鹏 他也这么说 在最近的教职员候选人面试中 由于很多时候都是牵涉到这个既视性的议案 搞到一些有意想在学校从事物理学 以及量子科学研究的候选人 都没办法可以在佛罗里达州工作 原因就是有不少来参与面试的人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这么多海外的人才都想来这里工作 但是由于这个州有一个这么奇怪 这么可护的法案动了在这里 搞到不少海外人才都没办法可以在这个州里工作 单止是这样 有不少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都认为在佛罗里达州留学的风险越来越高 也有一些学生因为他是来自中国 搞到他的申请被推辞 甚至无缘无故被拒绝录取 在内地的小红书 据说一名学生就这样写的 虽然佛罗里达州气候舒适 风景也不错 但是当地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是有毒的 是充满着政治势力 现在他已经有最坏的打算 因为可能下个学期就会无故被驱逐了 另外中国学生在美国各大高校和研究生与博士群体里 是占有着非常高的比例 而作为研究助理与研究生 对于能够可不可以在实验室进行不同的项目 人才就非常重要 据说佛罗里达大学每年的秋季都召售 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多达一千多名学生 在2020年就已经有多达一千一百名学生来自中国 当中是占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总数多达40% 上研至来自中国的学生比例多么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万一就是因为这些政治原因 搞到佛罗里达的教育界没有这千多名研究生 结果是怎样? 结果就是什么研究都不用做了 因为做研究你是需要高质素的人才 还有一个州就请成千名学生 可以想象得到当地有多少项目进行 所以自去年12月的时候 佛罗里达大学学界乱名 向佛罗里达大学校长递交请愿书 呼吁这些所谓的审查制度要具有更为明确的规则 同时更指出 限制聘用中国学生会直接损害佛罗里达的学术声儀 更会直接损害佛罗里达的竞争力 另外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学教授 马里沙也说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 也推动着佛罗里达大学 以及美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些学生是为佛罗里达州带来巨大的贡献 以及无可替代的经济利益 但是有人就因为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将这一切的利益全部都放弃了 可以见到佛罗里达州的学术界很多很多人都认为 目前当州的政治气氛实在太差太差 以及不少人都认为这些限制 都是直接影响这个州的学术水平的 既然那么多人反对 那么到底佛州州长德桑帝氏 以及州议会会不会因为这系列的原因 而退翻他们之前所定立的议案呢? 我认为这是没什么可能的 因为这个议案只是不是成立了很久 但是他们根本就对学术界一无所知 尤其是这些州议员 甚至乎佛罗里达州州长 你看他们除了每天在操弄政治之外 还懂得做些什么?你没有了的人才 你根本大学连运作都成问题的 一个大学最重要是什么? 不是招收多少学生 而是能够可以有多少的学术成就 学术成就是要通过研究来做出来的 研究项目缺乏研究生的话那怎么做呢?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搞笑的就是 州议会的议员以及州长 都好像不明白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一样 思议就在推行这些反华的议案 既然要推行反华议案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美国又有没有足够的人才 可以填补当中的空缺呢? 明显就是没有了 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在海外聘请研究生 去他们学校做研究吧 是不是? 我认为都没什么所谓的 损失都是美国他们自己 继续这样去推行这些反华议案 最好各个各个州都推行这些反华议案 到时我就看美国还有没有能力 继续在技术上领导世界了 同时越多这些反华议案 就越多中国人 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的 这个数字有数得计 这些只不过是很普通的推论 不需要什么大数据模型 大家都可以推论得到的了 所以这些这样针对华人的议案 老实说如果我是私心重的话 我就反而非常鼓励美国 继续推行多些这样类似的反华议案 好今次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